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鍾惠盈 武漢傳出多宗不明原因的肺炎 疑似是沙士個案 令七百萬香港市民人心惶惶 話口未完,疑似個案真是殺到來了 大家記得要自求多福 千萬千萬千萬要洗手洗手再加洗手 懷疑感染肺炎的女人 目前在屯門醫院隔離病房留意,情況穩定 那名女病人在星期二到屯門醫院 她發燒,亦出現上呼吸度感染症狀 病人報稱在病發前到過武漢 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 初步化驗過病人樣本 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流感及禽流感呈陰性反應 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如果她可以早點說的話 可能做回隔離會好一點 因為都擔心 如果好像03年時沙士 那樣就太大件事了 昨天其實都覺得 可能口罩也不需要戴 但今天就千丁萬足 所以家人都一定要戴口罩 還有洗手 保障自己會好一點 剛才你到醫院覺得醫院氣氛怎樣 有沒有特別緊張 我覺得沒有 因為可能有些人都還未知道 所以有些人都沒有戴口罩 另外一名聲稱到過武漢的女子 懷疑擔心感染肺炎 自行到將軍澳醫院求醫 醫院經檢查之後 沒有發現那名女子有異常 初步相信她沒有患病 之所以說市民要自求多福 是因為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直到前日還出來大派定心院 一方面就說武漢的疫情不尋常 另一方面又死都不肯正面回應 武漢疫情有幾大可能傳入香港 指望她把關 自己買多幾個口罩更實際 查實就在陳肇始廢喉的同一日 屯門醫院已經接收到一個 有上呼吸度感染症狀和發燒 報稱曾經去過武漢的女病人 陳局長最低限度都應該向市民通報個案 讓大家可以加強防範 哪米被人看死了 如果不是病人檢測結果 最終證實是虛驚一場 當局都不知想掩蓋到何時 地碟不是報喜不報憂又是什麼呢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環顧澳門、台灣和香港三地 防疫做得最差最厚之厚角的 就是特需政府了 好像澳門一樣 當局由昨天開始 已經在機場對來自武漢航班的乘客 逐一檢查體溫 而台灣當局同樣嚴陣以待 除了啟動了邊境檢疫應變措施 加強入境旅客發燒的篩檢 同時對從武漢直航入境的航班登機檢疫 反觀香港機場就形同另設防 有從武漢返港的旅客反映 客機到埋後就沒有任何香港防疫人員登機檢查 你說那些港官是否吃濕米 前居之福 後居之鑑 當年沙士奪去了近300港人的性命 港府當務之急 就是拿回當年防疫的全套措施 嚴防死守 以差萬全 不過浪費氣啦 正如哲學家克格爾華齋 人類從歷史裏面學到的東西 就是人類在歷史裏面 沒有吸取到任何教訓 港官懂得經一事掌一節 香港就不用搞成今天這樣啦 今集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